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我們都知道去年是我們平生最奇怪的一年 全所未有的一年 2020年疫情爆發 後來全世界就開始閉門鎖國 這是非常不可思議的 我們看到接下來這個所謂的疫情 引起了更多的不聞 更多的事情 所以今年已經是更加的變本加厲 如果去年是很瘋狂的話 今年已經是更加的瘋狂了 我們自己也許還沒有察覺到 可能你覺得沒有吧 大家就是事情是慢慢的在 在穩定下來 不是的 那個是一個錯覺 如果我們覺得 今年應該會比去年更怎麼樣子的 那這個恐怕不是這樣子的 這個不是現實 這個世界上有一些事例 非常非常的大 也非常非常可怕 即使還沒有走到我們身旁 早晚 是早晚的事情 我們知道 地震發生在地下 很深很深 但是它震動後 那個水被動 會引起一個浪 這個浪是遠遠的 慢慢的 慢慢的 我們在這裡玩水 我們在這裡沖浪 已經有這個浪了 海嘯已經要來 就是還沒有來到 但是有海嘯 我們可能在那裡 記得那個05年的海嘯 就是那樣子的 泰國很多人在那裡玩水 在沙灘上 根本沒有意識到 過幾分鐘全部都要滅亡 但是確實已經有地震 他們確實已經有海嘯 而且過了幾分鐘後 他們全部被滅亡 就是不見了 所以現在世界上幾乎是有類似的一個情景 我覺得我們應該知道 我覺得我們不應該蒙在鼓裡 我覺得我們不應該 就是 掉以輕心 或者說根本沒有防備 根本沒有知道 我們到了什麼 到了什麼 什麼點 什麼時間 然後呢 就 突然之間這個黑暗就 好像淹沒了我們 那個實在是太可怕了 所以耶穌常常提醒他的門徒 警告他的門徒 勸勉他的門徒 要警醒禱告 要知道什麼事情要領到你們 要明白 你不可以說 沒有這個事情在我身旁 沒有這個事情在我家裡面 沒有這個事情 現在沒有 但是耶穌已經告訴我們 以後一定要有的 而且現在我們已經可以看到 已經地震了 已經地震了 海嘯也開始了 只不過是可能還沒有撞到我們 我還記得去年這個疫情發生的時候 我自己非常的清楚 這個只是一個開始而已 但是後來時間長了 我們心裡還會有很期待 期待 希望不是 希望一切能夠恢復正常了 希望能夠平安能夠 然後呢心裡也 但是後來你看到 一系列的事情發生 一系列的政治上的這些變動 一系列的文化 國跟國 民跟民 這個政治方面 一系列的事情 開始爆發在世界上 去年 美國 舉行了這個 選舉 這個大選 總統的大選 就是這個 11月份 其實這個大選前呢 已經有很多的很多的苗頭 非常不妙 就是好像要出事了 這個是我們知道的 因為這個疫情啊 然後接下來 開始全國開始遊行 甚至那個美國的所謂的那個 黑命貴啊這個運動啊 還有這個安提法這個運動啊 那個是擴散到全世界 尤其在西方 可能亞洲沒有太多 但是那個歐洲 加拿大 甚至到非常不可思議的 你會到一個很偏僻的 加拿大的一個小城市裡面 根本沒有黑人 沒有什麼 然後有這些人在那裡去那裡遊行 逼人 說 黑命貴 逼人 接受 他們的思想 你 美國人 美國的黑人 或者是白人 或者是 跑到 加拿大 什麼小城市 根本沒有 種族歧視 因為沒有 什麼民族 都是白人 或者是都是 都是很和諧的 但是要到那裡 要示威 要抗議 要攻擊人 這個是什麼東西吧 跑到歐洲 跑到倫敦 跑到很多地方 搞這個運動 美國的所謂的安提法 這個是一個 另一個運動 就是 基本上是一個 我也不知道怎麼形容 但是就是一個 希望能夠沒有政府的一個組織 他們抗議就是一切的 他們就是抗 他們什麼都不順眼 什麼都不要 所以就是他們寧願把全國給燒掉 所以就是他們寧願把全國給燒掉 所以到了這個大學呢 世賢已經有很多的苗頭要出世 可能有舞弊 這個事情 而且到了那天 果然 非常奇怪的事情發生了 非常奇怪的 空氣 從來沒有過的 到了那天晚上 就是大學那天 投票的那天 到了那個大概十點半 在某一些關鍵州 所謂的搖擺州 突然停止 數票 說我們要回家休息了 從來沒有過的 就是這個是大事 他們會彻夜在那裡數票 但是莫名其妙 在那些搖擺州裡面 就說我們不幹了 我們要回家休息了 明天早上再回來數票 所以我們 而且在那些州裡面 搖擺州裡面 就是停止數票的州裡面 川普在贏 停了 第二天早上 莫名其妙 數字完全變了 現在是拜登 要贏 不知道 這個怎麼回事 但是這種事情發生在 很多的州 尤其是所謂的搖擺州 就是一些很關鍵的 就一定要贏這個州 你才能夠 當選 好 這個是 這個 這個事情呢 一直很緊張 因為第二天 案裡呢 投票那天 晚上大概十二點 已經知道誰要贏 誰輸誰贏 但是這一次呢 持續好幾個月 還沒有答案 好幾個月 對 有各種各樣的說法 就是 越來越暴露 這個舞弊的線上 假的票啊 好像電腦操作的 然後讓這個所謂的 川普的 他的那個人頭 他的票 突然就跑到拜登那邊 莫名其妙 不可思議的 各種各樣的說法 越來越緊張 然後 最不可思議的是 所謂的無比這個事情 媒體 一律 說 沒有證據 無端的 就是無端的 沒有證據 根本是 陰謀論 這個是媒體同聲 表達的一個聲音 陰謀論 沒有證據 而他們在 那個 宣布 這個沒有證據 沒有無比這個現象的 同時 到處 都在暴露 無比這個現象 各種各樣的 連死人都投票了 死人呢 非法的 移民呢 沒有那個 不是公民的 這個 不可思議的 太多的 太多的事情發生 是無法 解釋的 但是 很明顯有一個 事例 一開始 看到大媒體 後來看到 所有的媒體 就是那個 那個臉書也好 推特也好 都開始走向同一個目標 非常和諧的 非常和諧的 就是 沒有舞弊 拜登贏了 然後 看到 到了那個 這個可以說很多的細節 但是我要說的是 到了最後 拜登 被定為 美國的總統 沒有查 所謂的舞弊 那麼多證據 那麼多 不查 美國的最高的法院 也不 也不願意 插手 美國的意願 不願意查 美國的意願 而越來越有 一個聲音 說 拜登是總統 沒有舞弊 再說舞弊的話呢 要被封殺 再說舞弊的話呢 要有後果 後來 這個 1月6號 那個時候是 所有的 這個 議院 叫什麼 議會要數票 然後 官方要定 正式的要定 新的總統是誰 本來 副總統 可以替 這個川普 可以說話 他有這個權力 他可以說 這個州 那個州的 這個所謂的 票 是 有問題的 我們不能夠接受 要重新的做 或者是什麼 但是最後一分鐘 他什麼都不做 他出賣了 總統 出賣了 美國的 大概是 人口的一半的人 就是投這個川普的票 一半多 然後 接下來呢 你看到 伊伊這些 所謂的 川普的支持者 都開始把他拋掉 極左就是左派這個聲音 拜登是左派 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川普 六號 有示威 後來爆發 跑到那個 那個樓叫什麼 國會山 國會山 對 也許有一百萬個人在那個地方 然後跑到那個 國會山的 有些人是 非法的進去 然後 搞亂 結果呢 現在說是 是川普總統 引起的 一個革命 其實這個根本是沒有證據的 而且非常明顯不是的 但是所有的媒體都這麼說 從那天美國的總統被封殺 他在所有的媒體上 被完全的封殺 推特 聯署 油管 全部都封殺他 取消他所有的帳號 他所有的 他基本上變成根本沒有聲音的一個總統 他依然是總統 他還沒有結束 他的這個期限還沒有到 所以從這個1月6號之後呢 明顯 有一個非常可怕的事情 現在回頭看 你可以看到 要 逐漸的 是走到那個地步 但是那天 可以說是一個分水嶺 就是極左派 在 開始 掌權 而極左派你要知道 基本上是社會主義 是共產主義 是獨裁的 獨裁的 這個 這個專制的 這個 不給別人說話的 那樣的 一個勢力 所以呢 他們一開始指證 雖然還沒有正式的 那個拜登還沒有正式的 做總統 他們馬上開始行動 封殺這個人 封殺那個人 控制媒體 誰敢公開說 今年的大選有舞弊 要被封殺 這個是美國你要知道 美國一直是什麼 是一個 有言論自由的國家 你要說有舞弊 可以說有舞弊 你要說這個總統是個壞蛋 你可以說啥是個壞蛋 你有這個自由 我 那個 這個國家一直是這樣的一個國家 一個自由的 這個自由的 而 突然 其實也不突然 但是 說突然也突然 說不突然也不突然 是 似乎美國變成 中國 裝置 沒有自由 沒有言論的自由 你必須同意 官方的說法 要不然你要被懲罰 這個就是中國的模式 你必須 你只要你說官方的 你只要認同官方的 你只要跟所有同意這個 你就沒事 平安無事 但是 但是你要有絲毫的 這個 這個分歧的話 你就完了 無論是馬雲也好 是 想不出來別人的名字 他是最近的一個 無論你是誰 你完蛋了 因為你沒有一直 認同 一直跟隨 一直替官方說話 這個跟西方社會實在是 太不一樣了 西方世界從來不是那個 那樣子的 但是現在完全變了 完全變了 昨天跟我的母親在說這個事 她們在州外旅遊去了 她怕回家 怕 具體怕什麼沒有說 但是這個現在局面實在是太緊張了 因為從六號那天 當那個示威變成暴亂的時候 之後呢 極左派更加瘋狂 逼迫總統 逼迫這個總統的支持者 以及為他投票的人 所以那個那天之後 那個示威結束後呢 有人第二天要坐飛機回到家上 因為有一百 不知道多少個人 可能有一百萬個人 到了那個那個 那個叫什麼 那個DC 那個華盛頓 然後去示威啊 去抗議什麼的 第二天要坐飛機回去了 要登機的時候被拒絕 什麼 你參加了什麼什麼 這個示威 我們是自由的國家 以前是 我們的憲法保證 可以視為這個是合法的 以前是 所以這個 所以這個 開始全面的 管制 媒體 這個網絡之後呢 很多人 怕了 就跑了 就是推特就是這個 不知道有多少個人 在用這個平台 來發表意見 來怎麼樣 所以很多人 馬上 就要離開那個推特 因為推特就是第一個 敢 封殺總統 所以都跑到另一個 一個 一個軟件 叫做 Parler 如果沒有錯的話 大概過 三天 那個是一個軟件 你下載在你手機上 對吧 一兩天後呢 第一 蘋果那個商店 就是說 不再讓你在那裡 不再能夠下載那個軟件了 所以完全的放下 後來 谷歌的那個 完全的也放下了 你現在又下載不了那個軟件 這些公司是怎麼回事 然後呢 在那個之後 一兩天呢 那個 那個 那個公司 那個軟件的 提供他們服務器的那個公司 就是亞馬遜 跟他們 叫什麼 什麼什麼約了 就是 完全 就停止他們 跟他們所簽的這個合同 他們完全的 不存在 所以意思是 你沒有聲音 你也沒有機會說話了 你如果用我們的平台 如果你說的話 不是我們能夠同意的話呢 或者是你要被封殺 或者是要被取消了 你不能夠再用這個軟件了 所以你必須要跟我們說的一樣 那我不要 我跑到那裡 不 我們把那個公司給關了 這個是到一個地步 媒體不斷在傳講一個信息 什麼信息 川普 跟希特勒沒有什麼兩樣 是一個非常可怕的一個獨裁 害了國民 害了憲法 就是一個非常可怕的一個惡魔 一直在傳這個信息 一直在說這個所謂的無比的現象 但是他捏造的沒有證據了 所以而且一直在傳 你要知道 媒體有這個平台 全國聽他們 所以人聽什麼就相信什麼 所以會引起一種 一種所謂的意怒 你不敢相信已經到了什麼地步 我昨天 我就是前天發那個email給我的弟弟 以前他用那個signal 後來他沒有 我說我給他發email 我說你要我們來聯繫吧 來談談最近所發生的事情 他回我的心 我是冷了 後來就非常 非常地吃驚 後來也非常生氣 知道他跟我說什麼嗎 我有好幾個月沒有跟他聯繫 我們沒有什麼溝通 但是結果所知道我們鼻子沒有什麼問題了 知道他這麼回答嗎 如果你要跟我說話 我必須要首先確定 你絕不可能提什麼 舞弊的什麼謊言 說什麼 竊取了大選的這種謊言之事 或者是什麼其他的 什麼這些亂七八糟的陰謀論 如果你要說那些 你就不用跟我聯繫了 他瘋了 是我的弟弟 這個是怎麼可能 什麼 你瘋了吧 你的意思是 你不願意跟我有這個聯繫 因為我有可能 我的政治的這個 立場或者說看法跟你不同 如果我不同意你的觀點 我就不是你的哥哥了 這個意思 你瘋了 他確實瘋了 我看到他的信息之後 我就恢復他一句說 我為你禱告 但後來我還是 有些責備他 後來我找我的母親說 這個是怎麼回事 我跟他講 這個是 其實他說我早知道 你不知道 已經很多人變成那個樣子了 這個是革命 這個是文革 叫什麼 叫什麼 重複 這個不是鬧著玩的 是真的 這個是什麼東西 是黑暗 佔據了 一個國家 是這個東西 黑暗 的勢力 佔了上風 抵基督的靈 抵擋真理 一個非常暴力 非常狂傲 一個靈 來 像一個 波浪 撞到一個國家 現在自己家裡的人 成為敵人 成為敵人 那個 1月6號那天 就是剛才我講那個 軟件推特 取消了 7萬多人的賬號 為什麼 因為他們是右派 因為他們是川普的支持者 醫院 就是 共和黨的那個 那個醫院 就是 這是個政府很高的人 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 投訴他們說 你要 立刻 要辭職 你沒有資格幹 我犯了什麼罪 你支持 川普總統 這個就是你的罪 這個就是你的罪 有的人 在示威當中 在這個抗議這個 這個無比這個現場 在那裡拍照 自拍 上傳到這個 這個這個 比如說什麼 什麼臉書上 什麼的 被 老闆看見 被炒了猶豫 為什麼 犯了什麼罪 不是犯罪的問題的 是政治不對 這個極左派 非常可怕 它在世界上 任何地方都是一樣的 是中國也好 不論是中國也好 是柬埔寨也好 是美國也好 這個極左派是一樣的 是共產主義的 而且是 一個非常可怕的 非常專制的 要控制生活 每一個層次的 它沒有給自由的空間 它說了算 它必須的 這個靈 不但是在美國作怪 這個靈現在在全世界上 在做怪 所謂的隔離 你去查 同期 是不會成功的 就是叫人都在家裡 待著 不出門 你看 哪裡做這個 哪裡不做這個 那個病例是一樣的 一樣的 幾乎是一樣的 但是 現在全世界都要搞這個 這個 封城啊 這種運動 同步的 啊 在這個之前 回頭看現在 看得很明顯 這個同性戀的這個運動 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個從哪裡來 為什麼 全世界 要推行 一個同性戀的一個運動 這個帶給社會 什麼意圈 難道 這些政治客 很在乎 這些人 覺得我們要 替他們說話 因為他們在社會上 沒有地位 所以我們要跑 全世界去搞這個 去推行同性戀的平等的運動啊 這個 這個 同性戀的 結婚的這個運動啊 我們 為什麼要 強迫 你知道在意大利 他們 開始搞這個 同性戀的這個 婚姻的事情的時候 幾乎全國 起來抗議 意大利人 不接受這個東西 但是這個東西 不是從老百姓 而發出來的 是從上面 強 家喻他們 強迫 已經通了 全世界都是這個樣子的 是被強迫接受這個東西 台灣 台灣的 搞了一個非常大的一個 一個 一個示威 抗議 不要這個東西 還是通了 會通的 無論在哪裡都會通的 是什麼 勢力在背後 在搞這個東西 強迫 老百姓必須要接受這個 是什麼勢力 是什麼靈 是什麼東西 強迫 就是 跟我們現在看到在美國 在歐洲 這個 封殺媒體 取消人的 那個 言論的自由 就是 就是 否定人的政治的立場 把他們定位 不就是否定他們說 更是說現在 川普 是恐怖分子 他的支持者 被定為恐怖分子 而且媒體一直在說這些詞語 而且如果說人沒有頭腦 他也沒有去好像真的思考 這個媒體說的是真的還是假的 他不知道多少是宣傳 多少是事實 他也沒有去好像認真的思考 他就 照單全收的話呢 川普是恐怖分子 害我的國 要分裂我的國 那他的支持者 也是很恐怖的 也都是吃人的 接下來 接下來 這個是要 導致一個什麼結果 就是 自相殘殺這個結果 就像在中國的這個這個文革那個時候 自己的家人都成為敵人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黑暗的一個浪潮 我們走到了一個末世的一個時刻 這個黑暗 比我們能想像的還要可怕 我從來沒有想過美國會變成這個樣子 而且呢 好像從一天到第二天就變成這個樣子 而且不只是美國 西方所有的國家 都跟上了 如果還沒有跟 全部會跟的 為什麼 這個勢力很大 你不跟人怕 以前 川普的一些最好的朋友們 都冷落了他 都原理了他 你知道嗎 他的那個政治黨的人 都原理他了 都出賣他了 為什麼 現在不方便 中國的歷史上 應該有過很多這樣的事情 什麼皇帝然後 對吧 這個是 黑暗的勢力 不是理智 不是理智 按理美國是有憲法 對吧 是法制的制度 所以現在所發生的事情 完全是超超越了這個現實 是另一個領域 是屬靈的 我自己的弟弟 變成那個樣子 那是怎麼可能 根本不自然 沒有 無緣無故 就成了仇敵 他都不知道我 我政治的立場 是屬靈的 是黑暗的 我講這個 我講這個 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我講這個 跟我們 大有關係 因為這是政治的事情 是什麼勢力 是黑暗 黑暗的目標 不是川普 不是他的支持者 不是共和黨的什麼議員 或者是什麼 而是 是耶穌基督的 教會和門徒 如果他敢吃一個 吞一個總統 他怕你嗎 他怕 吞教會嗎 不怕 而且 只要你不跟他協調 你就是他的死敵 必須死的 你不妥協 你必須死 我所說的這個靈 他的性質 就是這樣子的 是一個專制 一個絕對 一個逼人的 一個強迫人的 一個殺人不怕 他 他願意 践踏 所有人 在他腳下 如果你不同意他 我們能同意他嗎 我們能夠說 同性戀好 他們結婚我同意 同性戀是好的 聖經沒有禁止這個 我們能夠這麼說 我們不能夠這麼說 我們能夠說 我們現在有疫情嗎 我們不能夠聚會 我們教會 都要聽你們的了 我們不能這麼說 必須全部都封 都停止聚會 不允許任何的人聚會 誰說 誰決定這個 誰有權柄決定這個 如果你給魔鬼 權柄 他就替你決定 但是你要知道 是聽從了誰 是聽從了魔鬼 他肯定會說 教會要關門 川普之前 在美國他們要 叫所有的教會 停止聚會 因為 據說是因為疫情 我家鄉幾乎是沒有什麼疫情 也都要關門 如果你還沒有明白 在發生什麼事情 我告訴你 你實在是太 你真是蒙在鼓裡面 這個疫情 不是封城的 合理的一個原因 因為它是會 完全的毀滅 國家的經濟 人的 這個各個方面 這個封城這個東西 不是因為疫情 你要明白這一點 不是因為疫情 是因為有一個勢力 要控制一切的 你明白嗎 有一個勢力 要替你決定 一切 是這個東西 這個同性戀的運動 不是什麼我們很可憐 這些同性戀的人 因為人歧視他們 所以我們要 這個就怎麼可能 你相信美國以前到處都跑 講這個所謂的 民主啊 和自由啊 是真的要講民主和自由嗎 他到處去轟架 去搞戰爭 然後他講這個民主和自由 這個自想矛盾 它是有 它是有目的的 它是搞政治 這個是一個說法罷了 根本就是空話 但是他需要有一個說法 但是他需要有一個說法 但是他的意思是 他要在這裡打仗 在那裡侵略 他要在那裡幹嘛幹嘛 所以他用一個說法 來達到目的 這個 這個封城 這個隔離 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我不是完全的否認 在某些情況下 可能有這個方面的 就是比如說 爆發了很嚴重 封城 或者說這個隔離在家裡什麼的 我不是說 所有這些都是沒有用的 或者說都是不好的 不是那個意思 但是大體來看 我們要從整體來看 我們要明白這個 這個運動 背後的勢力 它的趨勢 它的性質是什麼 是 掌權 要掌權 要管制 要控制 我說了算 戴口罩 不戴口罩 你知道嗎 有的人可能因為沒有戴口罩 被殺了 這個是事實 在中國被踢死了 被警察踢死了 保安或者是什麼人 我見過一些視頻 在美國 一個人進到一個超市裡面 沒有戴口罩 很多的公民都圍繞那個人 開始要用各種各樣的髒話 幾乎是要批鬥這個人 這個口罩是什麼東西 如果口罩那麼管用 為什麼還有這麼多疫情啊 我不說戴口罩沒有任何用 但是我的意思是 要強迫人在車上戴一個口罩 其有此理 你瘋了 你根本沒有任何意義啊 我們都是 比如都是一個家庭 都要戴口罩 你知道在荷蘭 有討論 說在自己家裡必須戴口罩 這個要訂這個律法 要通江一個律法 自己家裡也必須要保持兩米的距離 你瘋了 瘋了 這個是要讓人不生病嗎 跟那個沒有任何關係 是什麼東西呢 要控制 全面控制 這個是黑暗的實力 它已經不在 河裡 這個情理之中了 它不是 它好像 它沒有任何道理 這個 運動 這些做法 再舉一個例子 說這個疫情 沒有藥可治 對嗎 所以要等到有疫苗 沒有疫苗 你生這個病就完了 其實我已經知道多少個人 很多人 很多人 感染了 一個都沒有死 一個都沒有嚴重 一個都沒有 我前天就聯繫到一個家庭 她說我們全家都中家了 都 但是現在都好了 都好了 最後是 生了一場病 像那個感冒這樣子 可能稍微嚴重一點 但是沒有什麼太可怕了 我們因為這個 要把全世界給 那個關 關掉嗎 停止嗎 這個疫情是這麼嚴重嗎 沒有任何藥能夠吃 已經有證明 在好幾個國家裡面 有一個藥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麼 等一下我可以查 什麼意義什麼 你吃這個藥 大部分的人吃這個藥 不會被感染 如果 如果你已經 中焦了 你吃這個藥 很快就好 媒體不會爆料 你一說 有這個藥 你去試一試 在Google上 你輸入 什麼Ivermectin 這個藥 頭一條信息出來 是什麼呢 沒有藥能治 這個新冠 Google會出現 一條信息說 沒有藥可治 謝謝 我都沒問 你已經告訴我 你輸入那個詞 Ivermectin這個藥的名字 馬上就出來 這個新冠 是沒有任何藥可治的 而且在很多的國家 能治這個疫情的藥 被定為非法藥 南非是最近我所知道的 南非禁止這個藥 是已經存在四十五十年了 你在網上可以買 到處都可以買得到 基本上 全世界 但現在是非法的 在很多地方已經定為非法的藥 這個是根據什麼呢 調查嗎 不可能的 因為調查已經證明了 是非常有效的 是根據這個藥 有害處會害人的 這個藥用了五十年 很安全了 那根據什麼呢 根據我說了算 你閉嘴 我說沒有藥就沒有藥 你不要再問了 你不要再說了 你再說我封殺你 你再說你是醫生 你要開這個藥 我把你的這個證件收回來了 這個是正在發生的事情 你知道嗎 這個事情在全世界上 正在發生 在歐洲也好 在美國也好 我也不知道亞洲什麼地方 但是我知道西方 到處都在發生的 為什麼 有藥能夠治 就算不能夠完全治 但是有 有一點點的幫助 還不要給人吃嗎 這什麼道理啊 道理是 不是 我是主 你不是 我說了算 這什麼問題 這些問題 政治的立場 這個左派 右派 在誰當總統 從某一個角度 從某一個角度 不重要 我們的國家是 社會主義也好 是所謂的民主國家也好 這個不太重要 我為什麼要講這些 需要讓我們的 對政治感興趣嗎 跟這個沒有任何關係 是要讓我們知道 有這個黑暗 正在世界上 那上面 也是奔著你 也是奔向我 這是毫無疑問的 而且我相信這一次是 世界各地 全球性的 不就是在一個角落裡 不就是柬埔寨 不就是在中國 紅衛兵 全世界 這個勢力很大 從來沒有這麼大過 這個極左派的 這個社會主義 或者說這個 共產主義的這個 暴力 這個狂傲 這個我絕對 你都要扶我 免得我幫你殺了 這個勢力 好像從來沒有過 這個是受嗎 很可能是 敵基督要起來嗎 很可能是 聖經有沒有講到 有這樣的 聖經就是在講到這些 聖經有沒有講到 有全球性的這樣的一個逼迫 聖經就是在講到 有全球性的逼迫信徒 我認為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苗頭 所以我講這些 主要是要让我们谨慎 现在不是睡觉的时候 现在不是继续打撞的时候 因为这个黑暗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 第一会比我们想得快 第二肯定是比我们想得可怕 你记得耶稣被钉十字架前开始发生的事情吗 前几天耶稣可以公开地教导人 行神迹 启示 得到众人的尊重 爱戴 当然有恨他的人 但是他们没有权柄 没有战上风 几乎是耶稣可以自由地走 自由地做事情 他的门徒也是公开地做他的门徒 但是几乎突然 有一个事情发生在以色列 好像一个黑暗的浪潮 黑暗的一个波浪 领到了全国 到了什么地步 耶稣基督爬在地上 拼命地祷告 求主帮助我 甚至需要天使下来征顾他 耶稣自己的最亲爱的门徒们 公开地否认他 到了一个地步 不发旧 我不认识他 在谁的面前 在君王的面前 不 一个庸人的面前 彼得 那么大胆的彼得 那么爱主的彼得 怎么突然就变了那个样子 黑暗的势力来了 耶稣试过事先提醒他们 可是他们听不进去 他们没想到会有那么大的势力 所有的门徒跑了 现在耶稣是全国头号的敌人 全国的恐怖分子 前一天都在称赞他 都在赞美他 第二天说 把他定十字架 把他定十字架 怎么这么快 怎么回事 发生什么事 黑暗的浪潮来了 黑暗的势力 充满了整个的局面 连耶稣 到了一个地步 这种靠着祷告 要有天使上来征服他 他还要祷告 耶稣之前 他不是说 我最心 我最享受的 就是遵守天父的旨意 这个就是饭我不要吃 只要遵守福的旨意 那现在福的旨意 是要定十字架 耶稣在那里祷告说 主啊如果可以的话 你把这个杯拿走 什么 耶稣从来没有推错过 在神的旨意上 这个事情 他从来没有推错过 怎么可能 现在他说 如果能的话 你把这个杯给撤去 耶稣会犹豫 什么 怎么回事 他流汗如洗底一样 神医 他的门徒看他 我们没有见过 我们的主这个样子 因为没有过 那个样子的 因为这个事情 没有发生过 他们你要知道 先是到耶稣的身上 接下来到他门徒的身上 后来到全国 跟美国一样 先攻击到总统 接下来他的追随者 他的支持者 那接下来是全国 就是我们的对象 不是 野心更大了 不是全国 是全世界的 我认为这些运动 都是好像 好像是一个运动的 虽然是不同国家 我相信都是走向一个目标 一个政府 全世界一个政府 之前 耶稣的仇敌怕他 现在不怕他 吐托木在他脸上 用鞭子鞭打他 有什么 小小的 卑微的士兵 侮辱他 侮辱他 打他 说发预言吧 如果你是王 那之前 前一天 众人都很尊重他 很爱他 很佩服他 很崇拜他 变了 你不要觉得 这个不会发生 在我身上 在教会 使徒形状 也有这种事情发生 教会很复兴 圣灵 教官下来 之后呢 有一个所谓的 扫罗起来 逼迫 信徒 全部都跑 全部都跑掉 逃离耶路撒冷 逃命 逃命 这个扫罗 大胆的 进到会堂里面 把人绑起来 逼人到死地 练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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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聽到這樣的一個報告 這個更是一個報告什麼事情要發生 接下來有什麼事情要發生 你只有兩個選擇 閉上眼睛 霧氣耳朵 大眾沒聽見 但是這個海嘯已經起來了 不知道還有幾分鐘要把你捲走 或者是你知道了 你明白了 你開始認真的準備 如果你還沒有悔改 我告訴你 如果到時候你還沒有悔改 你會的 那個恐懼何等可怕 多可怕 如果你不是牢固的 在耶穌基督裡面 你又會那樣 如果你的根基有問題 到時候你會倒的 會跌倒的 而且如果是為了救你的命 你會出賣我的 這是肯定的 甚至你會出賣你自己的家人 美國還沒有到最可怕的地步了 如果事情進一步的發展 我已經體會到 我那個弟弟裡面的那種憤怒 他認為我們全部瘋了 他認為我們是很可惡的 因為我們相信什麼什麼什麼 那個東西大過一切的 大過這個親戚的關係 那個情感 遠大過那個 他大過你的兩心不可殺人 這個東西很大 很大很大 那個憤怒非常可怕 他幾乎是麻木了兩心 麻木了這個情感 所以我自己的弟弟都還沒有這麼大的壓力 只是一個開始而已 而他已經到了那個地步 如果接下來有那種恐懼 像來到耶穌的身上 耶穌的門徒的身上 來到全耶路撒冷人的身上 我相信我弟弟會出賣我的 我相信我弟弟會出賣我的 因為他已經被別的靈所控制了 他被黑暗吞滅了 如果不是耶穌為彼得祷告的話 彼得跟優大一樣 跌倒而不能再起來了 我可以接受到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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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天天同意 你們在店裡 你們不下手拿我 這個是黑暗的浪潮 要來了 之前 現在卻是你們的時候 黑暗掌權了 這個是耶穌所說的 之前不是 他之前他告訴過他的門徒 你們要趁有光明做工 因為什麼? 黑暗要來了 黑夜要來了 那個時候沒有人能夠做工 如果你現在沒有調整好自己 當那個黑暗來臨 你完蛋了 完蛋了 所以我們必須現在開始 裝備自己 我記得應該 二十多年前我讀了一本書 《為基督受苦》 是一個羅馬 羅馬尼亞那個國家的一個牧師 他坐牢多少年 因為共產主義呢 就是來到羅馬尼亞 然後呢 他受很多的苦 他讀那本書的時候 我心裡非常感動 他說以後這樣的逼迫 也要來到美國 我說哇 我信了 但是你知道嗎 想得非常遙遠的事情 但是那個時候 我心裡 也有一種激動 我覺得要有預備 在這本書裡面 他說你們可以操練 手臂破 打自己 打你的朋友 其實我不認為應該這樣 到這個地步 但現在我回頭看 我覺得 哇 我很感恩我以前生活在中國 不是因為我在中國 受逼迫 沒有什麼明顯的 但是就是因為那個 不自由的這個國度裡面 真的 中國人有福了 為什麼 因為這樣的不自由來到全世界上 已經習慣了 已經習慣了 這個說話要很小心啊 這個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個習慣 跟在國內啊 你不會公開的講政治啊 你不會公開的講一些教會的事情啊 教會 對吧 也許你們在國外信主 你沒有這個意思我不知道 但是在國內要特別的小心 這些方面 就包括在微信上也不能夠隨便說話 全部都是被監督的 所以如果說我們已經有這個意識 也好 但是這個是不能夠預備我們 將要發生的事情 就是你在中國出生長大 是有一些方便的 因為你習慣一個專制的社會 一個沒有自由的社會 你沒有享受過這個自由的 這個民主國家的這種自由的制度 你不會好像覺得捨不得什麼 但是那個不能夠預備你 這個黑暗這個東西是比你想像的可怕多了 我就想起神之前提醒過這個先知書裡面 警告以色列 以後你們這些最溫柔的女的會吃自己的孩子 你們讀過這些經文嗎 最溫柔的 最有愛心的 會吃自己的孩子 那個時候談到神的審判 然後這個飢荒要領到他們 會被逼到一個地步 甚至不留情吃自己的孩子 你不可能你聽到這個你會說 那是我肯定不會做到的 但是歷史一再地在證明 當然真的被逼到這樣的一個絕境的時候 他確實會做到這種事情 確實會吃冷肉的 而且甚至自己的親戚朋友 這個是事實你可以去研究 我們在平安當中 我們會覺得那是不可能的 對吧 同樣的 這個黑暗來臨的時候 我們現在也看到彼得這樣跌倒 所有的耶穌最近的門徒 見過所有的神奇奇事 跟了他三年都跑了 耶穌自己趴在地上 拼命地禱告 流汗 求父神 如果可以的話 把這個被子拿走 你要確定 你在耶穌基督裡面 你要確定 沒有這個破口 我們要解禁自己 裝備自己 這個不是鬧著玩的 我們不知道這個事情 會多快臨到我們 你記得 你記得去年 第一例 報導 不是兩個星期後就分國了嗎 大概是這個樣子的 是嗎 我印象中 第一例 報導 印尼有一例 之前都是否認 沒有沒有沒有 就說有一例 兩個星期後 全國要閉門所國 全程要開始實行 全面的隔離 誰會想到 事情臨到我們那麼快 一個月前 我們聚會結束 在二樓 在三樓上 我們在談論 哇中國 武漢 這麼可怕 現在沒有人談武漢 那個時候想不到 這個東西 就那麼快 就襲擊了我們 遙遠的武漢 有一次分下坐出租車 然後那個司機 好像知道他是中國人還是什麼 他說你放心 我不是從中國過來的 怕那個人會怕他可能有病 是吧 傳染人啊什麼的 沒想到現在的全世界 所以現在美國發生的這個運動 不就是在美國 是全世界 不是一個政治的運動 是一個黑暗的 勢力的一個擴展 所以 如果神允許的話 這個很快 會 蔓延全世界 我們暫時 很自由 感謝主 我們要享受我們的自由 但是我們要明白 很可能 我們馬上沒有這個自由 我已經準備要拋掉什麼 我推特 我有 不用了 我早就開始不用那些媒體啊 感謝主 所以我現在停止 沒有什麼困難 我早就停止用了 大部分 但是現在連那個油管 像我們的視頻上傳到這個油管 這個很快 肯定 我不知道 是到我們基督徒的身上 需要多長時間 我就是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我們是目標 肯定是目標 絕對是目標 是最主要的目標 那些其他的呢 就是 都是次要的 我們才是目標 那個勢力 那個運動 背後 是一個魔鬼 魔鬼 魔鬼不在乎你是民主 你是共和黨 民主黨 你是共產黨 你是什麼黨 魔鬼不在乎那些啊 根本不在乎你是美國 中國 這個魔鬼 哪裡分種族啊 國籍啊 魔鬼只要一件事 掌權 他用這個 有一個目標 攻擊 教會 我們能夠 事情還沒有發生的時候 已經 大概有一點意識 真的是 我們蒙福啊 我講這個信息之前 你已經有這個意識嗎 就是事情 有這樣一個趨勢嗎 你如果有這個意識 請舉手 你有沒有知道 有這樣的一個運動在世界上 這樣的一個黑暗的勢力 在 蔓延 所以 如果你 本來還不知道 你現在知道嗎 那 如果你 覺得 還不確定 我所說的 是不是這樣 那 我覺得 你應該好好地禱告 因為這個不是鬧著我的 因為這個不是鬧著我的 感謝主 我覺得 我覺得 我們現在真的是一個 星期三 應該沒有 如果沒有錯 星期三我們講那個 重修 我們的 灰壞的 灰壞的壇 對嗎 回到我們 許願的地方 償還 我真的相信 那個信息是非常及時的 我相信 既然這樣的事情來到 要來臨 那 我們最需要的就是 我們跟神的關係 是非常的 對 不要有什麼破口 所以 我覺得 我自己一直是在努力 我自己的一個就是 有一個 有一個 我自己有一個信念吧 就是 我要每天早起 早起 早起禱告 但是 疫情之後呢 很多事情變了 我沒有 沒有早起 我昨天基本上睡了一個小時 只有一個小時 為什麼 只睡一個小時 我定義 我一定要五點鐘起床 就算前一個月 我必須的 為什麼 我要重修毀壞的壇 我願意附帶著 我不能夠繼續的容許 這些破口 就是你可以晚一點起床 一樣禱告 反正神給我的帶領是我要早起 如果我沒有做 我的良心遣走我 這個是個問題 你說聖經沒有說一定要 我知道 我不是在說聖經說 但是我在神的面前知道 這個是神要我做的 我不做我心裡不安 有的人說 你為什麼不喝咖啡 不用說咖啡 連茶我都不要喝了 那你不是前面 對我妥協了 我現在要重修我的壇 茶也不喝了 為什麼 你問我問誰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裡面有這個感動 要戒掉這些東西 不要被這些東西 啊 啥痴 我覺得有時候就是小小的事情 有一個另一個 我正在掙扎 但是我要搞定 求助幫助我就是這個 飲食 吃飯 貪吃 貪吃你這麼瘦 你不能夠看人瘦不瘦 不是瘦不瘦的問題 是我的 是吃 是不是吃了多了 另外是吃的頻率 你要知道 你如果那麼享受吃東西 你會麻木 心靈麻木 真的 你試試吃很飽 然後去禱告 不行 會打瞌睡 你很不敏感 這個食物 很容易控制我們 我們必須要得勝 你說這個不是小問題 因為牵涉到我們的良心 我們 還有就是說 我們的敏感 對聖靈的敏感 很多方面 所以 時候到 我們要 來處理 這些問題 不要容許 留給魔鬼 任何的破口 苦毒 如果你 如果你對某一個人 依然有苦毒 可能你很有理由 對這個人有苦毒 我告訴你 千萬不要持續 你的苦毒 你一定要 釋放 一定要 來到神的面前 破碎 這個苦毒 會讓你跌倒 到時候 黑暗 所以你不可以容許 任何的苦毒 也好 放縱肉體 任何的地方 無論是飲食也好 睡眠 什麼東西 你不能夠容許 那些 那是破口 這個黑暗的勢力 非常大 非常大 彼得是個壞人嗎 彼得是個好人嗎 忠心耿耿 但是 當這個黑暗的勢力來了 他就出賣了他的主 他就否認了他的主 這個優大是個殺人犯嗎 這個優大才不是個殺人犯 他是個好人 要不然不會被檢選 成為一個門徒 但是到這個黑暗 領到的時候 當這個黑暗領到的時候 他出賣了 神的兒子 為什麼 他有破口 優大的破口是 貪心 聖經告訴我們 不要愛世界 世界 和世界上的事 如果 愛世界 夫的愛 不在你裡面 求主 保守我們 保守我們 好 我們來祷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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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